第1,112,221 Japan 哇 也太辣了吧 这种的吗 我以前超级喜欢吃芝菇 爱真行 哇 这也太好吃了吧 先用了一条手套 五款新勇 我现在想着去 我吃完这个 我今日没有两天 那不用吃东西了 你觉得成都什么是比印象最深刻的 诶 车有兔头吗 成都的兔头真的很好吃 锅盔吧 不敢相信有吃完那一个锅盔 完蛋 其实差不太多我不觉得 可能没有那么的麻辣 它更多的是香辣 好吃了好吃 这家的还不错啊 这家的是那个 它把那个做成那种甜甜圈的那种形式的 但是呢它不是甜的 它是咸的 它用那种酥皮一层一层一层的 对了一个甜甜圈出来 然后上面居然是辣椒面 嗯 没有那么多特色 对非常的有四川的特色 还挺好吃的 咸的还是辣的 当然咸辣的呀 咸辣的甜甜圈 是不是自入行以来就没有在城中炸骨的样的麻木 当然 没有 这个不一样啊 跟之前一样麻木的感觉不一样 啥不一样都一样 都是脚子纹路 但是之前应该不会 关注到周围的一些 人啊的反应 我现在也不会关注周围人的反应啊 因为都没有人 哈哈哈 那个豆花 甜的咸的 甜的咸的 那我们吃甜的 那我们吃甜的 甜甜甜甜的 甜甜甜的咸的 那很奇怪 这个也很鲜 只有鱼肉是甜的 红豆的 这应该是原味的 不甜不鲜 但是 这好像跟重庆的 这个 豆花也不太一样 重庆的都是白豆花 然后蘸酱吃 这个是什么 豆花 这应该是对 咸的 就这个是甜的吧 觉得 重庆的更重一些吧味道 更加的 浓郁 出的就是 香辣 嗯 其实没有太大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区分 但是我觉得 呃 重现了那个更重的味道 嗯 更适合就是看每个人自己的口味吧 可能对于 就是对于 火锅 就是怕辣的人的话 我觉得可能程度的会 适合一些 但是喜欢那种重口的 或者是对火锅深度爱好者 可能重新火锅就比较对味 就因人而异啊 都是好吃的 诶 怎么经过没有啊 有点小料 有很多刺耳根 在哪儿 哪有啊 哪有刺耳根 不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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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发酵啊 这个 刺耳根 那个 不是啊 这个脆脆 刺耳根的叶子 就是根筋跟叶子都挺好吃的 爽口 凉拌子 跟 这个是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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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成都做这个做的真的是挺好的 好辣 因为我太久没有吃辣了 哇 也太辣了吧 嗯 冰粉也好好吃 我现在常常吃的冰粉这个很质 这每个家都能好吃 吃 川鱼这边就是 冰粉 凉虾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就是吃 冰粉凉虾 冰粉凉虾 五毛鲜 五毛鲜 有碗 好感动 太感动了 辣得我 眼泪 横飞 我们最可爱的兔兔 最可爱的兔兔 辣死我了 辣死我了 冰粉凉虾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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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过四川大剧院和四川四川大剧院 这辣的我舌头已经不小 四川大剧院和四川科技馆 但是呢就 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 会 在四川大剧院 然后演化去 所以 还挺 挺神奇的 像做梦一样 其实我还挺喜欢在街上走的 为什么 就很喜欢 喜欢散步 我觉得是 可能跟 川渝这边的人 对生活的那种 享受生活吧 我觉得是一种生活的乐趣 就是散步 以前在家也是吃完饭 爸妈就会 一起散步 然后就跟他们一起散散步啊 在江边什么的 所以就觉得 好像是一种很 很生活的东西 就好像吃完饭 那就要去散散步 然后在街上走一走 然后空气也湿湿的 然后 一年四季都是 绿色的树 然后非常的 茂盛 就是 一切都很自然 自然的发生 都非常的日常 我觉得大家都很 很悠闲 还挺舒服的 其实 昨天天台的风 你是不是很舒服 嗯 那个天台挺不错的 可惜在最后一天才发现 长沙有什么好事 长沙 小龙虾 长沙的小龙虾 可是真的是 一绝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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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